卫福部玉里医院6月15号办理农药资礼 展现新生心理健康促进活动 而这次特别来到玉里镇办理活动当天 由北荣玉里分院秀股卵鼓队 以及卫福部玉里医院的省师团 带来精彩的开场表演 为活动揭开序幕 而不仅如此 还有各项有趣的闯关活动 还有多元体验 要让大家在放松身心的同时 也可以学习心理健康的知识 为了让民众更加关心心理健康 与觉察自身心理感受 6月15号在卫生福利部 玉里医院医护宿舍前广场举办 荣耀自立展现新生心理健康促进活动 由台北荣民总医院玉里分院 康复之家表演秀股卵鼓乐 揭开活动序幕 非常感谢我们玉里医院证明 对于这些我们的个案的接纳 包容协助补导 甚至还有很多的鼓励 让他们在人生的这个阶段里面 能够有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生活 在这个地方 在玉里医院能够落地生根 这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甚至他们在我们服务的场所 场域里面 也可以看他们的生意 周嘉祥局长立临活动现场 在玉里医院检以家院长 以及台北荣民总医院 玉里分院胡宗明院长陪同之下 参观并且体验多项心理健康主题式探位 透过多元的活动体验 传达出心理健康的重要性 老的失智小朋友一些自闭情绪障碍过动 这方面也关心 那另外一些学校 学校我也请我同仁 三不五十去做一些这个教育宣导 还有一些我们的融会 副里站 或是一些我们基层的地方 上次我也跟镇长报告 只要需要我们医院的地方 绝对没有问题 也透过社探宣导活动 使民众能以病友角度 理解与疾病共处的艰辛 拉近新距离 提升精神病友友善的社区环境 记者高双双预阵采访报道